三皇五帝到如今 包括就是画的帝王将相 多是下三岸 所以现在有的小孩 看电视就问他爸 要是那个古代那皇帝都那么好 清朝那皇帝都那么牛 那干嘛孙中山还闹革命 要把他给推翻了 我跟你说中国你看啊 好日子这几千年 从秦始皇建立这两千年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天之治三个大志 都不过一百五十年 这一百五十年加一块不到五百年 剩下全是大阁 统治者只是压迫人 他听我你知道死多少人 七千五百万 中国那时候才四亿人 死得比第二次的战争能够 所以我说啊 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历史 包括现在有些人的解读啊 都是那种 特别拿人民不当人的时候 特别残暴 死人无数的时候 反倒说 这是我中华大帝国最扩张 最牛 你国家的内容是什么 是人民物 人民的幸福我认为 高于国家的所谓 我就觉得是 开创历史的人 如果用好人坏人来区分的话 没有一个好人 但是我们所说的